郭晶晶虽然不是娱乐明星 但一直也同样一直都备受关注 而且关注的喜欢她的人 一点也不属于那些当红的大明星 从跳水红后到嫁入豪门就一直热搜的焦点 也被称为是最接地气 最令人佩服的豪门阔台 这次郭晶晶又再次受到了关注 这次不是路边摊 也不是简单随意的五毛钱一个的皮筋 而是对此让很多网友对郭晶晶 是有一次的刮目相看 纷纷为其点赞 并表示谁都不服就服郭晶晶 霍启刚真是好命 能娶到这样一位既漂亮有气质 敦庄贤淑又勤俭持家的贤妻两母 跳水荒后真羡慕 郭晶晶自从嫁给霍启刚 很多人都以为郭晶晶从此也会和很多普通的豪门过台一样 住着豪华的别墅 开着顶级的豪车 从头到脚的奢侈品 高调的炫富炫富炫子 这是无数人几辈子做梦都望尘莫及的美梦 有这样优越的条件 估计没有几个能不这样做的 然而郭晶晶却恰恰相反 嫁给霍启刚后 反倒试过的比普通人还普通 一开始很多人还认为是郭晶晶在博眼球 经常不是被拍到吃路边摊 逛夜市 逛地摊 路边啃面包 就是简单朴素的不能再朴素的穿衣大扮 但经过仔细的了解观察之后 才发现其实郭晶晶并非像娱乐圈的一些所谓的明星一样肤浅 郭晶晶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最低调 最真实 最接地气的豪门阔态 除了正式场和必要的隆重的妆容 平时无论是在家 还是在外面 有人注意 还是无人偷拍 都完全是表里如一 的一个地理道道的农家女生活 干起体力活 本来也一丝不矫情 没有一点名人 豪门贵妇的大架子 即使弄得满身都是灰头土脸 而这次 郭晶晶又再次引起了媒体网友们的关注 一个人逛街 一身很随意的衣服 一杯饮料 没有保姆 没有助理 脚上似乎穿的还是拖鞋 非常的接地气 这对很多豪门阔态来说都是很难的 很不可思议的 想必大家也都应该有所了解 一般的豪门阔态出门都是盛装打扮 谢谢大家